请罗志良弟兄来宣读主的话 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 你们是世上的光 尘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 人点灯不放在亮斗底下 而是放在灯台上 就照亮一家的人 你们的光当这样照在人前 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处 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这是上帝的道 感谢上帝 弟兄姐妹平安 每次回到圣约翰堂 都有一个很亲切的感受 感觉 所以当然要谢谢 会立跟教会的领袖们 因为你们 所以我们今天可以一起来思想上帝的话语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上帝是的我们 要将我们一生献给你 恳求天父你帮助我们 借着我们的一生 能够成为这个世上的颜和光 以致我们可以彰显天父你的荣耀 我们将这段的时间恭敬交托 恳求天父你与我们同在 引导我们 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思想 一段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 就是马太福音五章 这一段的经文 或者这几节的经文 是一段非常直接 又简单容易明白的经文 这可能是因为这个颜跟光 跟我们有密切的关系 可能我们很多时候都不是很有留意到 但是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跟颜跟光 其实我们每一天都在使用 我们吃的东西 我们没有用盐 但是食物里面有盐 我们的光 或许活在新加坡 一个很安裕的国家 有时候我们 其实也不懂什么是黑暗 是吗 可能要去问比较小的 你们懂什么是黑暗吗 他们大概不懂 什么叫黑 当然他们不知道黑 就自然也不知道什么是怕 所以我们的生活 不能够没有盐和光 在今天的经文 耶稣说 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 耶稣也说你们是世上的光 耶稣不单肯定了你我的生命 或者是基督徒的生命 同时这也是基督 对基督徒生命的一个要求 我们是盐 我们也是光 我们不是去做盐 我们不是去做光 我们是人 我们不需要故意去做人 因为我们本身就是人 我们的生命的本质 应该要有盐和光 这两个的数字 我们可以做基督徒 我们可以做老板 我们可以做李光耀 周杰伦等等 但是如果我们不是他们 我们会发现在做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很累 因为我们不是他们 但是如果今天我们是基督徒 今天我们是老板 我们是某某人 我们就可以很自然的真情流露 因为我们不需要去做 也不需要去模仿 所以如果我们无法理清 做跟事这两者之间的分别 那恐怕我们也无法活出一个是盐 也是光的生命 既然耶稣说 既然耶稣说 你们是世上的盐 那我们必须先理清盐的本质 或者盐到底是什么的东西 不知道我们有没有人知道 盐的功用 盐的功用 就是除了我们的常生活当中 所用的消毒等等 这个盐的功用 有没有人知道盐真实的功用 有几种 有吗 要不要猜 猜一猜 仿佛 讲一个数字就好了 盐有多少种的用处 十种 二十种 三十种 快点算 要不要猜一下 当然我也不知道 有多少种 但是根据科学的研究 科学的研究 对于盐 盐这个不是很起盐的东西 科学研究盐的功用 大约有十四万种 就是六个数字 十四 后面再加四个零 大概有十四万种的用途 所以罗马人就有一句的英语说 没有别的东西比太阳和盐更有用处 没有别的东西比太阳跟盐更有用处 不知道在座的我们对盐的认识有多少 但是也不要给这十四万种的用途吓到 因为我们没有时间一一去思想 但是今天我们主要 主要是借着两点来思想盐的用途 首先盐有什么的用途 就是刚才听到的 盐的本质或者我们很熟悉的一个用途 就是防腐 特别是我们爷爷奶奶没有冰箱的时候 盐就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因为只要将盐撒在一些生的东西上 比如肉 肉就可以保存得久一点 而这样子的肉也比较好吃 是不是 我们都懂 点头的大概都有一些年龄的 都会比较好吃 因为盐有防腐的功能 盐有防腐的功能 耶稣肯定我们的生命是世上的盐 那我们今天要一起来思想 看看自己生命的 是我们的生命 有没有防腐的影响力 我们的生命 有没有防腐的影响力 在我们出现的地方 会不会因为我们的出现 而稳定一段将要破裂的关系 在我们出现的地方 能不能修复一个将要分裂的群体 在我们出现的地方 能不能建立一个遮离破碎的生命 弟兄姐妹 我们是世上的盐 因此我们要靠着上帝的恩典 发挥这一个防腐的影响力 防腐世界继续堕落 防止人活在黑暗当中 这是成为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 同时我们不单单建立人与人群体 跟群体 或者是建立一个生命 同时我们也要 学习犹太书一章这边所告诉我们的 我们也要维护我们的信仰 我们要为上帝 为了我们的信仰 也为真道 尽上我们的所能 去生辩今天我们所持守的真理 特别是在这个的时代 这一些东西都是防腐的功能 也就是成为盐 是世上的盐应该有的一种的功能 盐除了防腐之外 猜想我们都知道 特别有下厨的人 盐也可以调味 盐除了防腐 盐也可以调味 这大概是盐最明显的地方 我们华人 华人有一句话说 百味盐为首 就是所有的味道都是盐 盐是第一个味道 百味盐为首 有盐和没有盐的食物 是一天一地 即使我们今天说 我们要吃得健康一点 这个时代 有时候我觉得很可悲的 吃得很健康 所谓的吃得很健康 就是无糖无油 人生没有酸甜苦辣 不知道还有什么意义 但是有盐跟没有盐的食物 是一天一地 即使现在的调味料 琳琅满目 我们去超市 anti-UC 我们就知道 我们今天不需要 很会煮 你要什么的配料 一包一包买回去 放进去水里面煮一下 哇 那个东西就出来了 即使调味料 琳琅满目 选择众多 但是他们依然 无法取代盐 这一个的调味的功能 所以耶稣既然肯定 我们的生命 我们是世上的盐 那同样的 我们要看看 我们自己的生命 思想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生命 有调味的影响力吗 我们的生命 有调味的影响力吗 特别在我们的言语和舌头上 在我们的言语和舌头上 就如哥罗西书 这边给我们的提醒 我们要谨慎自己的言语 为什么我们要谨慎 我们自己的言语 因为我们的言语 能够建立一个人的生命 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 我们的言语同样 也可以摧毁一个人的生命 我们的言语可以是祝福 但是我们的言语同样 也可以成为咒诅 只要我们多加留意 关于控制石头 或者是言语的教导 圣经多的是 因此我们必须很刻意 很刻意 很小心地去控制自己的石头 让我们的嘴唇 让我们的石头 让我们的言语 成为上帝祝福的工具 因为我们是世上的眼 我们要常常说造就人的话 或说调和的话语 让两者之间能够和好 能够荣耀上帝 这是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第一点 言的本质 接着我们也看到耶稣 对我们肯定的第二个层面 就是你们是世界上的光 请问光的本质是什么 光的本质是什么 我想光的本质 第一点 光的本质是看得见的 有光所以我们看得见 有光所以我们看得见 然后看得见的东西 很自然也是不能够隐藏的 就如经文所告诉我们的 尘照在山上 是不能够隐藏的 当然15节这边 他也特别的强调 人点灯的目的 是要照亮一家 所以灯让人看得见 或者是光让人看得见 耶稣肯定你我的生命 是世上的光 换一句话说 换一句话说 我们的生命应该有光的本质 因为我们是光 是看得见的 不能够被隐藏的 甚至来到一个的地步 是一个公开侍奉的生命见证 因为这是不能够隐藏的 是人看得见的 所以这几点 我想大家都或许可以认同 没有人反对 但是这样的生命 这样的生命 就是要将上帝的光 带进去黑暗的里面 然后照亮一切 而我们这一个时刻 我们要回答的问题 或者我们要一起去思想的 是如何发光 我们常常说我们是颜 是光 但是我们如何发光呢 身为光的我们 如何在这个世界上 反映上帝的光呢 我们想想 同样我们想想自己的生命 想想自己的生命 不要去想别人 我们的所做的一切 我们的言行举止 我们的除世为人 这也包括我们在教会当中 跟弟兄姐妹的互动 在我们所有的言行举止 除世为人当中 请问有多少可以真实 反映上帝是光 或者是反映我们的生命 就是光 多少时候我们活出世上的光 来照亮我们身旁的人呢 没有任何的判断 只是让大家一起来 反思审查我们自己的生命 好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 生命当中的真实状况 但是如果我们回到 马太福音的第五章 如果我们回到 马太福音的第五章 或许能给我们 一个很好的指示 我们如何为上帝发光 在言和光的记载之前 其实是一段 我们都非常熟悉的经文 就是霸福 就是霸福 当中我猜想 大家对霸福都非常的熟悉 就是那几个福 有没有 虚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即刻木役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保足 这霸福 言和光之前的记载是霸福 我们熟悉这霸福 我们也非常乐意去领受 这八样的祝福 但是十一节 五章十一节 似乎为霸福做了一个的总结 五章十一节告诉我们 人若因我 这里的我就是耶稣 或者是上帝 弩骂你们 逼迫你们 逆造各样坏话 毁谤你们 你们就有福了 十一节似乎为 整段的霸福 做了一个的总结 弟兄姐妹 当我们说 我们要如何发光的时候 当我们想想 当我们面对十一节这边 所讲的 所提到的三个的处境 当我们为了信仰的缘故 我们被人辱骂 当我们为了上帝的缘故 我们面对逼迫 我们也面对各样的坏话 受到毁谤的时候 我们是为了上帝的缘故 继续发光去照亮他们吗 还是我们发火的对抗他们 我们是发光照亮他们 还是在发火去跟他们对抗 五章的记载 或者是那个的安排 其实是很奇妙的 言和光之前是霸福 然后如果我们再继续看下去 言和光之后 我们也看到言和光之后 他记载了不同的课题 成为我们的教导 这里的课题包括 论律法 论法录 奸淫 修妻 启示 报复 哀仇敌 我想当我们都处在 这些的状况的时候 肯定我们一定有自己 自己的脾气 或者是自己 自己的个性 有没有 去面对这几个的课题 但是在面对这些处境的时候 我们的光 是否依然可以 因着上帝的恩典 我们继续发光 继续地照亮他们呢 我们就拿一个论律法 作为一个的例子 二十节告诉我们 我告诉你们 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色和法力 塞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 这节告诉我们什么 这节告诉我们 当我们面对这一群非常讲究律法的人 就是文色和法力塞人的面前 所谓我们的义 依然要照亮他们 换一句话说 虽然他们很讲究律法 我们要比法力塞人 更加的守律法 我们的义 才能够以光的形色 去照亮他们的生命 直接一点 就是我们要不断地赤亏 即使我们是对的 我们也要 很多时候我们也需要 因着信仰的缘故而赤亏 为了信仰的缘故 而闭口不言 借着这样子的一个行为 成为这个世上的光 去照亮他们 所以弟兄姐妹 在这些种种不同的课题 或者是类似的处景当中 我们的生命 是否依然可以靠着上帝的恩典 发光地照亮他们吗 也唯有这样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活出光的本质 因为这样子的本质 是看得见 是不能够隐藏 也是公开的见证 这对谁 有所谓的好处 经文告诉我们 也只有这样子的行为 才能够将人 指向天父 荣耀上帝 因此盼望今天的分享 能够再次地提醒我们 我们是盐 我们也是光 我们需要活出 我们需要活出 盐和光的本质 然后发挥 防腐和调和的影响力 防腐跟调和的影响力 并反映上帝的光 去照亮别人 不要将 不要因为我们是光 而看不起活在黑暗里面的人 而是因为我们是光 我们要照亮 我们身边的人 成为他们的祝福 也将他们指引到上帝那边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 谢谢你 谢谢你 给我们生命的肯定 让我们是世上的盐 和世上的光 天父我们 恳求你帮助我们 活出盐和光的本质 以致我们 可以彰显你的荣耀 也可以将人指向你 天父当人的言语停止的时候 恳求圣灵你 继续向我们说话 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 Amen 谢谢